在目前正在热播的电视剧《大丈夫》当中呢 李小冉和老戏谷韩童生饰演的是一对冤家妇女 在戏里呢 女儿为了能够和大叔在一起啊 是苦苦的和自己的父亲做斗争 而一向饰演温柔婉约角色的李小冉也坦言 这一回演这么一个叛逆姑娘 还真是头一回 我从来没有演过这样一个外放的倔强的可爱的女孩 在剧中大都以清纯温暖形象示人的李小冉 变身雷厉风行的女强人顾小俊 而这样一位漂亮能干却天生臭脾气的女魔头 却与王志文饰演的欧阳健上演了一段老少恋 并引发了家庭斗争 首次挑战这样的角色 不是科班出身的李小冉 没少动脑筋 在大丈夫中最头痛的应该就是尤寒同生 是演的顾爸爸了 他在剧中百般阻挠女儿的感情生活 掀起了一场场腥风血雨的家庭战争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 韩同生却是十分开明 这是我未婚妇啊 做梦吧你 我告诉你啊 这事我不同意 只要我活着 这事得想到我想 人家82的娶了28的 这样过得挺 我管孩子很少 我觉得时代不一样了 就是 更多的不管是世界上还是爱情 他们自己选择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